有网友总结了一些关于好声音存在的定律 其中有一条是非内地导师不能夺冠 如果排除第二季的张惠妹 这条定律貌似成立 仔细看看除了张惠妹以外的其他非内地导师 于成庆 周杰伦 齐勤 谢霆锋 陈奕迅 王力宏 无一例外都没能当上冠军导师 其中于成庆和周杰伦更是陪跑多年不能如愿 这令人不得不怀疑难道他们就没能力带出冠军学员吗 而现在同样作为非内地导师 李克勤第一次加盟好声音就带出了冠军学员 他自己也成为了继张惠妹之后的第二位非内地冠军导师 我们不禁要问于成庆 周杰伦这么多年都办不到的事 凭什么出来乍到的李克勤一下就给办到了呢 难道于成庆和周杰伦还有其他几位非内地导师 不配当冠军导师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 首先从音乐造诣和乐坛影响力来看 周杰伦 于成庆等几位非内地导师都不会比李克勤差 如果说他们不配当冠军导师 那么李克勤再来几季也当不了冠军导师 之所以周杰伦 于成庆这几位非内地导师不能成为冠军导师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出在学员自己身上 其实现在再看陈子彤为什么输给张磊 素函为什么不敌弹增尼玛都是有原因的 虽然当时引起不小争议 但现在来看他们不能夺冠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说白了 于成庆周杰伦等非内地导师就是没有遇上冠军学员 于成庆 琴 陈玉逊就不说了 他们的学员整体实力明显要低一档 尤其是于成庆 他每年的学员基本都不太出众 你让他拿什么去争夺总冠军 那么周杰伦呢 你只能说他运气不好 即便他的学员有几个都还不错 奈何别的战队还有更不错的学员 而李克勤之所以上来就能当上冠军导师 根本也不是他眼光多好 教学能力多强 就是他遇上了一个好学员 而五颗月为什么能夺冠 也不是他唱功多么拔尖 就是因为他遇上了一个好时候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五颗月四大导师中 只能选择同唱粤语歌曲的李克勤作为导师 所以不存在李克勤眼光多好 一眼就相中了五颗月这匹千里马 更不用说李克勤心里认为 最强的学员不是五颗月而是贺三 所以五颗月夺冠不能说跟李克勤无关 但关系真不大 夺冠的原因还是在于他遇到了一个好时候 大湾区最近火了 掀起了一波粤语歌曲的情怀 恰好好声音舞台上来了一方 各方面都不错的唱粤语歌曲的学员五颗月 一路一来人气也高 观众员也好 节目组顺水推舟成全了让他夺冠 这可不是单方面的成全 节目组成全五颗月同时也成全了好声音 让五颗月夺冠 让李克勤成为冠军导师 可以消除所谓的非内地导师不能夺冠的定律 让观众们认为 瞧咱们的节目是包容的 只要是真正好声音都有夺冠的可能 不存在所谓的地狱说 这样观众对好声音的好感又会上升 好声音才能继续办下去 所以通过一番分析 我们能知道的是 五颗月能夺冠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遇上了一个好时候 第九季五颗月也来过 可他连盲选都没过 由此遇上一个好时机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2022年中国好声音线下海选开启 网友希望明年小导师是他们四人 2021年中国好声音五颗月夺冠 网友并没有大多争议 反观拿了亚军的王静雯却遭到了很多争议 有很多网友甚至认为 他不应该进入前五 不过今年的节目已经结束 很多老观众更关注的是 这档老牌节目还会不会继续举行下去 从今年节目结束 节目组发文 以及目前网友的爆料来看 这档节目不会停播 将会继续举办下去 有网友在社交网站上爆料出 2021年中国好声音刚刚结束 2022年全国海选就开始了 既然这档节目继续举行下去 那么明年导师阵容会是谁呢 目前我们虽然不得而知 但是小导师阵容 网友却有自己的期待 在本季中国好声音中 增加了小导师阵容 小导师由网季学员组成 虽然本季小导师受到了很多质疑 但既然开了先河 就不会轻易取消 而对于明年小导师阵容 网友最期待的是他们四人 首先是周深 在今年节目还没有录制之前 当有知情人质爆料说 节目会添加小导师 并且由网季学员担任时 网友呼声最高的就是周深 周深是第三季学员 当时与张碧晨在同一战队 那应为导师 不过他却止步64强 早早遭到了淘汰 不过目前的他是 中国好声音走出最火的学员 也成为了央视的宠儿 每个节目晚会都有他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好声音需要小导师 自然周深的呼声最大 当然也有不少他的粉丝认为 目前的周深担任导师都可以了 担任小导师有点大才小用了 所以还是别去参加的好 其次是张碧晨 张碧晨是第三季的冠军 如今人气非常高 也是为数不多的 依然活跃在观众面前的冠军学员 加上今年在节目组中 他的表现非常好 自然观众期待他继续担任小导师 从学员到导师 张碧晨一直都受到网友关注 而他夺冠后也发表了很多自己的单曲 其中包括很多经典影视主题曲 他能够继续担任 对于节目和学员而言都是好消息 其次是吴莫晨 吴莫晨是第一季的学员 也是今年的小导师 虽然他只是亚军 但名气超越了冠军梁博 夺冠后他进入演艺圈 时尚圈 广告圈 成为首位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华人歌手 并与国际歌手Jesse Jay同台演唱 2013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吴莫晨年 那一年他的广告代言费高达1.3亿 位列华人女歌手西金榜排行榜的首位 不过属于他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 他逐渐消失在大众面前 但在本季担任小导师后 人气瞬间回温 因此网友期待明年他能够继续担任小导师 最后是梁博 梁博是第一季的冠军 虽然夺冠后全是吴莫晨的消息 但他还消失了几年 当经过多年沉淀之后 梁博带来了很多原创音乐歌曲 每首都非常好听 不过梁博一心只想做出好的音乐 并不想参加综艺节目 哪怕是让他出道的中国好声音 所以他来担任小导师的可能性非常小 除过梁博之外 周深目前人气最高 也是综艺节目的宠儿 还是挤当音乐节目的导师 因此他担任小导师的可能性也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 本季的极客军艺黄霄云 去年的冠军学员单依纯 以及今年的冠军学员五颗月 大家都期待 但最终会是谁 等明年节目播出时才知道 而至于四大导师阵容 很有可能会在周杰伦 李荣浩 李健 邓紫棋 李克勤等人中产生 虽然不确定四人都在其中 但这个名单应该会有两个人 在明年的导师阵容之中 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 对此你怎么看呢